好位中文文化作在29号的暗时 基板白鬼夜鞋变成游行游戏 参加民众会打版作和其家业模样 跟亲朋友到顶出门来学好位鸡仔 而且游戏不然是这样 在高位里面进行 好位仪团要过五光雕以及灯光瘦 整个游戏是非常精彩和豐富 希望让民众体验节有不同的 中文字 整个游戏会中某某都是人 而且有个大版作妖怪吗 因为看起来的很厉害 在29号暗时时 欧北定基板的变种游行 可是让民众赚得很高兴 很好玩 跟大家一起 看不同的人扮演 不同的东西 不同的文化 觉得很好玩 很新奇 然后中元节也可以办的 就是像那种夕阳的万圣节一样 其实游戏的气氛非常的好 对 这是我们中国的鬼节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现代的方式来办 觉得很好玩 很新奇 很荣幸能够参加 我觉得不错啊 因为 普渡可以叛到这么盛大 而且还有这么多活动 台南我是没有参加过啦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普渡的活动 基本上都是比较正式的 没有像这么欢乐 整个多年可以恭喜 最终的精彩更丰富 除了有变中游行 也还有活动表演 甚至还有光雕秀 就是要让来参加的民众 可以看得很高兴 对中文在老下不一样的影响 今年的中原文化季 特别的不一样 特别的别开心裁 特别在我们胡伟增公所 我们丁政长还有林嘉宏主席 以及全体公所的同仁 跟县政府的合作之下 今天开始启动 那不只是光雕秀 还有变装秀 那我想今年的中原文化季呢 绝对可以吸引很多的乡亲 回到我们胡伟增来 那我们呢 要把这个中原文化季 成为我们云林县 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那也特别利用这个机会 对于我们好兄弟 表达我们的这个敬重 慎重追缘 如果在29号晚上 没法来参加的朋友 不用欢乐 检査的光雕以及灯光秀 会继续到9月礼合都要有 如果有幸福的民众 就快来到虎伟姨团看一看 今天是我们 胡伟中原文化季的开跑的日子 我们现在就是 在团团这里 我们有这个变装 那个鬼装游行party 还加上我们的光雕秀和灯光秀 刚才已经有 展联到我们这个光雕和灯光秀 我们在那个 7月 农历7月14到7月15两天 就都各样 又配合回到的光雕秀和灯光秀 所以总共有五天的这个秀康 欢迎我们各位好朋友 大家来豪卫设中原浅 请出来看我们的光雕秀和灯光秀 就就近日到的中原文化座 不然让更多人了解 中原浅会发展不一样的特色 也是中逢不一定过往的繁华 中心更再流泪起来 记者在日子参考不得 总共一行的对象 Üi 光雕秀和灯光秀和灯光秀